听说现在你可能会在社青团 应该是今年年底吧 如果我不知道说这个疫情的情况怎样 会不会说党选又一再的展演 那么有听闻说你会竞选总团长的职位 因为上次的党选的时候 你是跟现任的团长李存孝是同一个阵营 那么你是选疏离团长 不过当时你败给了金马伦丹阿拉达的筹议员 那么现在你会不会说重新再打这个职位 还是说跟上一层楼就是直接团长 因为整个大会日期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不能办大会 所以可能本来应该是年底的 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展演 只是说在目前来说 我还是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实际还没有成熟 所以当然我当然有这个意愿 可以更上一层楼 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这些党员 得到他们的支持 那我觉得现在实际还没有完全成熟 很多州都还不能够跨线跨州 所以我觉得我目前应该做的事情是 要展开一个倾听之旅 已经进行了吗 已经在进行着 所以去听听看一些 跑了哪些州 我刚从柔佛回来 那么其他 你会先去跑大州先 那就大票场 柔佛 霹雳 冰城 雪兰儿 我们是看一下哪一个路线会比较好走 就是这样子 我会不断的会继续去跑 那么上次你是以微差的36票之差 败给了这个张鱼干 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开始部署的话 你会吸取上次的什么经验 是为什么会36票输呢 上一次我是没有跑动了 没有跑动 因为其实同志见面三分清 你见到他 你跟他讲你的想法 你给他认识你 然后你有听听他的意见 听他的心声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不然民主选举是不可能的 玉港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对手 他当时是的确在事情团 他在总部工作了很多年 行动的总部 他本身在事情团也是很多年 所以他是一个有耕耘 在事情团有耕耘的一个人物 他是理解事情团党员要什么的人 所以当时我是在没有 完全是没有什么耕耘的状态下 或者是没有 完全没有什么跑动的状态下 只是为了一个搭档去选 我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有不足的 而我理解这个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过来开始跑动 虽然我不知道选举会是几时 但是通过跟党员有更多的互动 去了解一下他们到底 有没有办法 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来支持我 那么你会选你的拍档吗 还没有 太早了 时间也没有成熟 因为我觉得 但是我可以讲一讲 拍档跟团队 我觉得这一次 配合Wendy Labanblast的整个执行下来 我觉得这一次非常关键是 事情团如何成为18岁左右的年轻人 选择的政党 行动党现在我们在18岁左右的竞争者多了 Muda的出现等等 所以大家都谈年轻话 所以你在考虑这个团队的时候 过往都是在谈票仓给你多少 然后这个给你多少 这个人放什么人 那我觉得这一次我更需要去展开去听 去听听看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说 我自己想是要组一个更年轻的团队 那么你觉得说你本身的这个东马的背景是加分呢 还是减分 因为过去的团长都是西马的人 那么现在如果是要选一个东马人来担任的话 会不会出现 不是沟通的问题啦 可能是想法上或者中心上 可能会有落差 这会不会是你的这个劣势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 如果我们可以 把这个东西 反过来思考 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议题是 西马的华人很难谈的 有一些尤其是很敏感的种族课题 多元的这个路线的问题 这一些 作为一个沙巴人 或者是作为一个东马人 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优势 因为东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度 地方 所以它的那个多元和谐 跟这个面貌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只是这个东西 其实很多我们就算是华人 都很向往 这样子的一个多元的面貌 所以来自东马 我们更能够更愿意 用这个角度去出发 更能够了解 种族的多元跟平等是重要的 自由 尤其是这个种族上 宗教上的自由 这些都是很重要 对东马来说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那当你有一个东马人 成为团长的时候 我觉得这更能够 符合跟体现 我们行动党的核心 斗争精神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 我们更能够去讲话 当有一些很敏感的议题 你想想看 如果它的议席 或者是它来自的地方 是有很多当地的人 不喜欢听的 那如果是一个东马的团长 他能够去讲一个 勾勒出一个新的 马来西亚平等 族群共存共荣的一个愿景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我们可以提供 给马来西亚更好的想象